新聞局局長陳志平說 在進行大量的意見收集、諮詢和研究之後 業界對兩法修訂表達了不同的立場和意見 而關於兩法的處理上 業界主流意見表示認同修訂 業界主流意見認同有需要對兩法進行檢討和修訂 並且強調修法的大原則應該維持 以擴大現有的新聞自由 確保新聞自由不會倒退 同時確保採訪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 陳志平說 在業界關心的出版委員會 和新聞工作者通則的設立方面 媒體意見比較多樣 但是媒體一致認為相關委員會 不應該有官方代表和帶有官方色彩 應該由業界自行討論和組織 而新聞工作者通則應該由業界自行訂定 另外上議式民調中期報告顯示 對於委員會的存費 市民的意見是傾向在法律的框架外 由業界成立委員會 並希望有市民參與 陳志平說 政府會參考業界和市民的意見 並諮詢法務部門意見 在8月民調期末報告之後 將會進行具體修訂草案的草議 並會繼續諮詢業界和市民意見 澳門電視台記者王國進報導 請教導 請教導